跟我一起的队友在前面说 里面有骨头 这有人骨头 哇 这里真的有人骨头 原先那个老乔几步梯子 喊的一步梯子有一个脚本 剩的那个尖尖角的脚本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 传说中的黑殿之洞 当时在这个 我们这个山澳的位置啊 杀过人的 然后把这个尸体运到这个黑洞里面 据当地的村民介绍 里面当时有三个猪草 里面全是人骨头 我们去找一下 看是否还有 骨头存在 那个地儿就开在鸭口上的 它不是一个黑地儿 那黑地儿又是那个山澳 那就是它冬母腿 吃到就它那种猪草的 那个骨头 那个辣瓦子是狗 那个骨头一尝一尝一尝 那个辣瓦子来打个的 我那也跟他们说去剪个的 那真是真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 有很多诡异的传说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洞穴里面的 残存的尸骨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树林之中 寻找这个洞穴 据说迄今为止 还有骨头存在啊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黑店洞穴的位置 我们现在靠近它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当地村民传说的那种骨头 我们接近洞口了 这个洞口其实很小 我们要进到里面去看一下了 跟我一起的队友在前面说里面有骨头 我们要进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骨头 哪儿 哇真有真有人骨头 不是骨头 哪个 哪个 对 哇 这里真的有人骨头 这个确实是人骨头 对 走 还有一股臭味 真的发现了人骨头 它说的猪草呢 慢点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店洞穴 里面我们确实发现了骨头 那是明显的人骨头 我们是不是应该戴个口罩 不行吗 完了吗 嗯 没有发现骨头啊 地上还能搜寻到骨头 这个东西不深 但是我们近期发现了人骨 人的骸骨 是不是通的 它骨头的话 它都是把它刷在碗里 嗯 这里面应该没骨头了吧 就那一堆 还剩一堆 这里发现了一块人类的头顶骨 一块小的碎的 哇 据当地村民说 他们以前在这里捡那个人骨头 算了我不去摸它了 你摸吧 我有一天怕 以前的那些人 把这个人骨 捡回去放到猪圈里 避免猪瘟 这也是一种封建的说法 这下面有一个小的洞枪 哇 这里还发现了一个人类的牙齿 这应该是个板牙 很小 哇 太学心了 没有发现太多的骨头 我们现在是飞车 车处洞穴 这里面还有木板 但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没有什么味道了 不像我上次看到的那个 这个洞口特别小 有人在车处去 关于这个黑店洞穴 我们探索完了 里面确实发现了一堆 人类的海骨 但这个洞穴并不深 当时是因为在这个山奥的位置 开了一家黑店 从这边过路的人 被谋害之后 把搬到这个洞穴里面来 当时说里面有几个猪槽 里面都堆满了人类的海骨 后来被当地的村民 把这个人类的海骨捡回家 放到了那个猪圈里面 据说是可以避免猪瘟的 这是一种工件迷信的传说 但是这个猪草也被搬走了 这个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 相对近百年的时间 这个洞穴里面还存有 这种人类的海骨 是因为这个洞穴里面比较干燥 没有潮湿 没有被腐蚀 其他的海骨都已经被捡走了 这里还有一点点残存的骨头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 比较金素啊 有点 包括我自己都有点胆占心惊 我们关于这个黑链洞穴的探索 发现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 接着聊其他的洞穴探索 拜拜